好,好,好,好 我现在这里就是阿传阎的主场 千里飘飘开车来到这里做什么呢 因为今晚又英格兰对威尔菲的比赛 虽然是菲队的比赛,但是球场已经很多人了 外面的街已經拍不到車,我自己都要拍到Otrian Market那邊,然後走路回來 帶大家看看Otrian的主場究竟是怎樣 我現在這個位置就是龍門後面 右下車頭全部站位,鏡頭前面中間位置就是看台 都已經坐滿了人,有些球迷站在旁邊看球 另一邊看台有些工程進行,小量球迷都站在旁邊 望遠處那邊有電視機 天津市民衆機革命中間相加,爬著走路 女人營養,矢狗市民衆機革命中間,爬著走路 一旁看到他們在旁邊看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而到英格蘭角球時 我這邊的人是很安靜的 威爾夫在開賽初段都不甘序弱 都爭取到兩個罰球的機會 第一個就被龍門破出了 現在這一個 開到過去又頂得太高 再一次被龍門沒淘 論罰力始終英格蘭高小小 就像這球一樣 效力在哈尼弗的Jeffrey Deber 自己帶著球帶著一腳狂抽 可惜就反走後衛彈出來 這球隊長Kotler 自己帶著球直面盤球一路帶上去 之後交給右手邊的Scott Morif 他斬了球出來 幸好威爾夫的球員剛剛趕得及 頭脫解圍了 這球就要留意效力在Folio Morse的Joe Fabara 對方向解圍後面馬上偷了Folio Morse 雖然被龍門破出 但後面又說Wyon趕到 破一次 Wyon再衝前保中 來到寶貝階段的50分鐘 英格蘭領先威爾夫一比零 龍門叉腰都沒用了 比零三次Folio Morse 你救了兩次都很聰明 看多次的入球過程 見到Joe Fabara已經走定位置 準備去攔截對方的解圍 加上隊友Wyon也蓋上來 剛剛剛剛沒有 這裡見到原來對方解圍有少許 做就了Joe Fabara可以訓練 搶走對方的球 從另一個角度看到 地面粉滑 但對方反隔離便便便便 接著Wyon反隔離沖 誰知龍門又和自己球員撞了一堆 結果就被Wyon保重了 英格蘭也憑著這個入球 全場一比零擊敗了威爾夫 今天第一次在英格蘭看英格蘭代表隊的比賽 而且都看到他們贏球 雖然這兩支是Fee隊的比賽 但都很精彩的 而且吸引了八百肺佛名球迷入場欣賞 今次就看Fee隊比賽 我希望不夠將來可以看到英格蘭A隊的比賽 好了 今天看球就看到這裡了 看完片記得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留言 訂閱給個讚 最後幫我按鈴鐺就可以了 下次看球再見 拜拜 筒字幕志愿